中共足球官员赴世界杯大吃大喝,视频疯传视频,四年一度的世界杯球台盛事正在俄罗斯举行,虽然中国足球队多年都入不了世界杯决赛,但此次仍有数万中国球迷飞到俄罗斯。 中国记者和足球官员也出现在当地,有大陆网络大V转发一则短视频称,中国足管中心的官员也在俄罗斯大吃大喝广告,6月18日认证,为中国电商平台当当CEO的网络大V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视频配文称,中国国家足球管理中心官员的包厢。 这帮人好意思吗?不比踢足球,比吃喝比腐败这些人,已经习惯了享受视频可见。 包厢妹的桌子上摆满酒杯和餐盘战略者,多为中国人面孔。 作者的老人是中国民众熟知的伯拉米卢·蒂诺维奇。 米卢早年在中国执教国足,2001年率领中国国足,从亚洲杯逸选赛中,出现进入世界杯决赛圈。 视频内容显示,米卢适应中国白酒赞助商,邀请在俄罗斯世界杯期间举行商业活动。 该视频网络上疯传网友们,纷纷留言痛斥中国足球腐败多洛足球队进不去世界杯,官员却跑去俄罗斯大吃大喝。 享受也有网友转发视频讽刺道,世界杯豪华包厢太逆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等等。 不过,网易发布管理员注意在微博的辟谣,说,上述视频,是米卢英卢州老教企业官方邀请和范志毅、雷、科巴等球星一起到俄罗斯,参加了卢州老教举办的商业活动。 因此,这个包厢是卢州老教的,有人此前发过米卢在包厢里和全家的合影,桌上清楚地放着卢州老教的酒瓶注意称,卢州老教是本次世界杯包厢看台的唯一白酒赞助商。 我把我的包厢用来接待我请来做商业活动,外国贵宾邀请他观看他喜欢的比赛。 有何问题对此辟谣网友们不屑一顾? 网友分析认为,虽然上述消息真假难辨,但反映出大陆民众普遍痛恨腐败,再加上中国足球宣腐败严重黑幕不断。 因此,此类消息一经出现网民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因为中国足球队的表现是长年烧钱,却进不了世界杯决赛圈。 这对广大的中国球迷来说失望太大,伤害太大了,说起足球一次次惨败一次次只不识强赛,12强赛中国球迷的心都伤透了。 中国球迷普遍的看法是尽管当局进行反腐、整顿、改革也有很多年了,但却看不到什么起色教练。 换了一个又一个从本土教练到洋教练,还请来了国际知名大牌教练。 诸如大家熟知的阿里、哈恩、杜一科维奇、李皮等人薪酬高的惊人,但是球队面貌却没有根本变化。 而球人也是换了一茬又一茬工资奖金一波又一波的涨但是到了球场上,状况依旧该输球还是输球,甚至还曾输给阿联酋、卡塔尔、也、门等这些实力次一级的球队。 中国男足,仅有一次进入世界杯,是2002年日韩世界杯。 那次是米卢带队在缺少日本和韩国两支亚洲强队的情况下,中国队提前一轮进入了世界杯决赛圈。 结果,却是三战杰弗一球未尽百道回府,当时就有足球界人士表示,就是,2002年世界杯。 如果日韩两国强队参加小组赛的话,中国队照样没戏尽管国族的成绩高,沦为亚洲的三流球队,在世界排名第73位。 但是中共不仅想打造足球超级大国,规划在2031年2050年实现成为世界足球一流强国的目标,并主办世界杯在2050年夺冠。 而且中共一直搞体育外交,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四处撒钱帮,别国修建足球场,去年在加鹏举办的非洲杯。 有四个体育场是中共修建的对此,美国新泽西州长城足球学校教练韩武认为,中国男足要在国际赛事中取得明显进步,可能还需要8到10年时间。 他认为,在对足球加大投资力度的同时,也要警惕腐败滋生足球,应该有自己的法院,来让这些裁判保持纯洁。 这理念很容易滋生一些腐败足球里的训练、比赛、名次、锦标跟金钱直接挂钩。 另外还有评论,认为中国足球和世界杯的距离是文化和传统层面上的足球,需要的不仅仅是全中国的障碍因素还很多,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缺乏足球抵御,足球界的腐败和假球等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